哈喽朋友们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又见面了 非常开心 2021年的第一天 对 我们之前在外面旅行 终于会到巴黎了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公园 让大家看一下 对 超级的 所以我跟小杨决定 出来给大家录这期视频 顺便总结一下我们2020年 展望一下2021年 对吧 小杨2020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020年上百年 我觉得大家都害怕 因为世界上都停下来了 因为我们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有点迷雾了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 后面呢 大家就看到了自己有了时间 也不能出去啊 什么的 然后有的人他们决定了要改变自己 对 我就说你这种 隔离期间小杨确实也在寻找自己的一种改变的方式 成功的转型 对吧 大家可以告诉我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可能你们看不出来 但是我是一个特别的特别的不自信的人 对 真的 因为很多朋友们觉得好像在镜头面前小杨表现得非常好 其实私下里我会很多的去鼓励他 我会跟他说 我说其实粉丝们都非常喜欢你 喜欢你比喜欢我要更多一些 所以说呢 小杨就鼓起勇气 抬起手来拿起这个镜头 因为之前他都不敢拿这个镜头来录自己 对 他特别在乎就是别人对他的看法 朋友们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留的言 如果说的非常敏感的话题 他都会非常的伤心 所以我觉得朋友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留的言 都是让小杨能够欣喜若狂的那种 所以小杨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重拾勇气 重拾信心 让自己鼓起勇气来面对大家 对着这个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 讲述分享自己的幸福 对吧老婆 对 所以说也是2020年 对于小杨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年 上半年呢我们经过了隔离 那么我们两个人也有幸 进入了我们的平台 然后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 对吧 这个是让我们最开心的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会喜欢我们 然后继续关注我们 是的 有一部分朋友们就跟我们说 啊小杨你长得越来越像中国人了 对吧 还记得我们当时有录制过一个视频 专门跟大家说的 嗯 嗯 因为我今天吃老干嘛 然后天天炒菜用V机箱和酱油 嗯 然后吃工作啊 吃这些东西 哦吃饭吃成中国脸了 对啊 有这种 电视啊 然后看小说 嗯 都是 所以你心里想呢 对 就表现在你的面容上了 对啊 像游心生 对 是的 嗯 朋友们还当时非常的开心 脚羊还会这个词 大家也非常惊讶 哈哈哈哈 很厉害 它是一个中国通啊 虽然是自己从来没有经接受过这个正规的教育学习 对吧 嗯 自学的中文 嗯 最好的方式就是 是的 是的 因为 嗯 每天可以约到 不认识几次 然后嗯 学习 这些努力 对 反映出来你们的评论 好多次我不认识 然后从你们的评论去学会了 啊 是 所以你非常认真的读大家的留言 对吧 是 大家留言里边说的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哈哈 是什么 就是说想让我们再生一个女儿 哈哈哈哈 哈哈 难道你想把它作为2021年的计划中吗 哈哈 它走了 哈哈 这是什么 嗯 嗯 2021年 嗯 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惊喜 给大家 呃 比如说我们会招一些我们自己的朋友 嗯 然后 呃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拍视频 嗯 然后还有 我喜欢2021年 嗯 嗯 会有 很更多的中国美食 嗯 然后我们拍 这些 因为我们很喜欢做饭 然后很喜欢 呃 去 吃吃 嗯 我们自己做的饭 对 呃 然后喜欢这个已经 就存在了在2021年 如果 能回中国 我觉得我们可以 在中国拍几个视频 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事情 不是不想回去 我们很想回去 嗯 但是如果回去 嗯 呃 要隔离啊 什么的 而且我是外国人 我办签证不是很方便 嗯 然后我们就 选了 不去中国 现在 对 然后等这个病毒好了 再回去 对 等着这个疫苗 对 是的 没错 安全一点 是的 然后我们 回去的时候 家人也 也 也不用害怕 对 是 我们有好几个朋友 嗯 不想回去 因为 呃 他们不想给国家麻烦 对 是的 嗯 我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 哦 太阳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会去吃更好吃的 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组织 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见面 对吧 我们特别期待 一个 对 然后呢 我们会现场 给大家讲我们的爱情故事 然后让大家认识我们两个可爱的宝宝 对吧 然后跟小杨 现场交谈 看看他的中文 到底是不是像视频里那么好 对不对 好啊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我觉得 对小杨充满了信心 对2021年充满了信心 对吧 新的一年里 我们所有的网友们支持我们所有的粉丝们 万事如意 事事顺心 健康 对 然后呢 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杨米加夫妻党 好 哈哈哈 而且我们会更努力的为大家献上更精彩的作品 那么还像往常一样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或者是谈评 告诉我们你们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会抽出你们感兴趣的话题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与你们分享我们的想法 是不是 哈哈哈 你这个声音也太好玩了 谢谢老婆夸奖 好 在此呢 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吴哥是一个非常喜欢我们 非常支持我们的一个人 在 忠实的粉丝 对 嗯 在这个平台上 嗯 他每天 他跟我们说他一天有跟我们的无话事 嗯 对 他说有一个城市在广国叫做龙王什么的 对 他有一个哥们从那个地方过来的 是 那个人也是济南的 对 然后那个人是以前和你一起上 嗯 那个留学的 对对对 在地容 就是我跟小杨我们俩相爱的地方 嗯 好奇怪哦 对 然后那个人 那地容的那个人他现在在 呃 加拿大 嗯 然后好奇怪啊 因为在一个群有三个 对 然后他得知 然后时差都不一样 对 因为他试探性的问了我一下 他说你在地容 有没有认识一个叫那那那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我就说啊 真的 就是我失信多年的大哥 然后特别巧 然后他就给我们建了一个群 对吧 然后我们三个家庭就在这个群里 互动特别多 然后我们去哪里 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群里给他们留一些视频啊 留言啊 发照片啊 特别好 朋友们 对 你们要多多给我们互动 嗯 这样我们可以 说不定可以变成朋友 对啊 而且说不定我们的朋友你也认识 对啊 世界说大也大 说笑也小 嗯 没错 所以有可能我们真的有可能有认识 对 如果我们有缘的话 真的有可能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哦 是不是 那么谢谢老铁们关注我们的频道 可惜可惜可惜 再次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发财发财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朋友们 下次见哦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嘿 大家好 谢谢你 哈啰 大家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哦 哦 我们今天做铐鱼 好想吃水中牛啊 哈啰 大家好 这是我老公 我们是杨米加福气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铐鱼 您好 现在要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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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好棒 有了 怎么不咬啊 你今天都要去哪里吧 今年快乐 今年快乐 耶 哈哈哈 关注我们杨米加 哈哈哈哈 啊 啊 呀 啦